近日 在网络平台一则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视频中 家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一个女生介绍自己即将前往俄罗斯以高校留学读研 从家到对岸学校的直线距离约500米 坐船仅需5分钟 如果条件允许 甚至可以实现白天去俄罗斯上学 晚上回国吃饭的走读式留学生活 7月6号 该女生接受记者的采访 介绍了自己将要留学的院校 我本科就读于黑河市的黑河学院 赴俄留学的院校是俄罗斯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 学习的是教育学专业 据记者了解 黑河市地处黑龙江省北部 以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 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阿姆尔州首府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 应林说 若无疫情影响 凭借留学签证 可在黑河与俄罗斯之间多次往返 普通游客随团旅行 也可享受此种便利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好奇我走都市留学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我在留学期间我可以申请留学签证 所以我回家会很方便 我可以多次往返 但是如果说普通的游客想到俄罗斯去游玩 那你一定要抱团 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团队旅行是实行免签的 所以你们不用办理签证 直接抱个旅行团就可以了 真正可以实现就是你今天决定出国 带好你的身份证 然后你第二天就可以办手续出国 真的是这样很方便的 其实我觉得它比留学签证还要方便 对于今后如何赴俄留学 宁林告诉记者 由于疫情常态化防控需要 会辗转多地才能到达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 现在在疫情的常态化的影响下 我可能出国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虽然我和我的学校可以隔江相望 短短的500米的距离 但是我如果要过去上学 那我可能就要从北京坐飞机到莫斯科 直飞到莫斯科 然后从莫斯科想办法再飞到远东地区 再从远东地区的某个大城市飞到布市 就是非常曲折的要经过14000多公里 才能到达布市 实际的距离其实就500米 隔江就可以看到 但是由于特殊情况 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去上学 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依然可以实现走读式留学